只要是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热爱中国的古诗的 无论是唐诗三百首还是宋诗三百首 但是有一个事实可能大家今天忽略了忘记了 就是唐诗跟宋词的存佛力很低 今天大家念念不忘 在各个场合文章里头经常会提到唐诗宋词 基本上是明篇明具 也就是大拉姆逃杀之后所得到的金子 我们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杜公布或者是李义桑 这两个名词对大家可能偏低一点 就是杜胡或者是李桑颖的诗歌来说 如果你要是读过完整的诗集 那么它的百分之九十的作品 是不大可能给你们留下印象的 对我们印象深刻那些作品 正常都是被精挑细写出来的 我们现代的交易模式 就是从大量的古代作品中千挑万现 然后我们正常看到的古诗作品 也就是无论从审美的角度 还是思想的角度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这时候你很自然的对古诗 有了先入为主的好印象 记住了我们普通人之所以有能力欣赏 唐诗和宋诗之美 完全是现代教育的功劳 更具体一点是现代你们课堂上的 以为老师的功劳 实际上多数小孩子如果一开始在他结束堂诗的时候 他也是一脸懵逼的 他只会使机预备 比如说灯灌切楼 我早年的时候我是在小鞋读的 我不知道这首诗的优美在哪里 因为他平铺直戏 比如说一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诗歌过于平淡 所以他会变成过于简单直接明了 所以他会变成我们小鞋的入门读物 稍微比较高级一点的诗歌 神里更加高级一点的诗歌 比如说长河落日言 像这一种诗歌呢 这可能会等到初中或者高中 才会学习 那么呢 根据这种现代理由教育的筛选模式 把最简单的最容易理解的诗歌 放在小鞋 把稍微难一点的放在初中 更高级一点的就放在高中和大学 让你们去读去研究去理解 那么呢 在这种行细渐进的培养之下 在语文老师的强迫之下 在考试的压力之下 你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花了非常多的课试 然后才慢慢的一步的 一步的懂得欣赏课本里面的古诗之美 事实上杜工铺里面的很多诗歌也很美 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老师指引你 然后教导你的话 让你在没有任何注释的情况下 这时候呢 你要认为杜甫的每一首都很美 实际上你是欣赏不了的 那么呢 诗带滔滔不绝嘛 大江东武器 古代的诗词 当然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呢 我们还要记住一点 就是固守啊 旧日的文化传统是绝对没有未来的 我们每一代人都在创造 每一代的灿烂文化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诗词 全世界也有诗词 所以呢 我们没有必要去高估过去每个时代的文化 认为唐诗 唐朝人写得最好 然后呢 我们现代人 在怎么写 也写不到那个程度 或者是作为对比 然后呢 当初一个结论 哎呀 你看唐诗多美 现在的白话 白话书啊 太糟糕了 太难看了 其实呢 嗯 缓过来 跟大家说一件 如果你要是把 这个 从 哎 自有白话书歌以来 所有的诗歌 这样一种挑细弦 挑个 心虚三百首的话 然后呢 再有一个专业老师 花个十几年的时间 从 意到难的 不断的培养你 然后 你也会发现 实际上呢 你很讨厌的 现代新诗啊 情书也是非常美的啊 也是 嗯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 欣赏美 欣赏美是一个很专业的啊 基础啊 很多人只看到皮像之美啊 只看到这个最直观的感官之美 但是文艺作品欣赏 却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啊 却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啊 一个啊 智力活动啊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假如 我们今天之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新诗不美 然后不美啊 第一首先是我们课本给的新诗的偏忽太少啊 第二是老师没有联系诗 Kosci italian不断啊 按照一定的就是科学的方式来训练 阅读懂这个现代的新诗啊 甚至我们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 是没有能力了 欣赏新诗的自然被人据 就更加没有资格对新诗发表各种各样的有价值评论 其实以前可能大家可能忘记一段时间 在微博有一个诗人赵丽华和火 赵丽华这个人可能各种各样的人品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他的诗歌来讲还是达到几个分的 只不过多数人不懂欣赏 甚至说他那个是一个赵丽华体 觉得他的诗歌就是应分行 甚至连行行这种也是在学小说的人 其实他也看不懂赵丽华的书 然后批评了赵丽华 实际上有个人来看来讲 因为我做过出版 然后跟很多诗人打个交道 阅读过很多你们可能取身都不会碰到的诗句 因为为什么这样 因为现在诗歌是没有出版其道的 正常都是诗人智慧出版 然后印刷个几百册几千册分送给朋友 这个样子 然后因为我有一大堆的现代诗人朋友 然后读了大量的 不知道该说是非常好还是非常不好的现代诗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至少自认为还是有点现代诗歌的审美能力的 那么如果你对于现代诗歌 现代中国的这种新诗根本不大了解的话 也没有受过专业理性的话 你必然有一种错解 误以为唐诗诵诗比现代的新诗 比现代诗人写的诗歌更加的美 最近的两三百年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我们人类的可能肢体萎缩了 因为工业发明了大量的攻击 让我们脱离了田间劳动 脱离了严实的机械的体力活动 然后我们剩下大量的时间 花到那去 花到提高智商这方面去 所以最近两三百年工业化结果 是让我们的人脑的智能 高速的进化 这个是有科学研究报告显示的 就是根据头部的容量 还有工业化之后 我们各种信息 各种知识 各种现代化交易 让全人类的自立水平 还有生命水平 都是大大提高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 就是现当代的一些文化艺术 可能大家看不懂 比如说波古艺术 行为艺术 各种各样的 在画画里面有抽象 抽象化 现代派 后现代主义 这些东西呢 可能你们单纯听这些名词 你们就都音调了 更不用说去欣赏它了 但是我们现代的文化 已经发展到一种 类似于就是量级力学那样 是普通人如果没有接受信念的话 是根本不理解 它的最高级的部分 所以呢 很多人理所当然认为现代性是不美的 实际上是 它的智 因为它没有受过信念 所以呢 像我们现在普通人 我们可以理解 灵敦力学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受过教育 然后理解灵敦力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理解 最新的 最前沿的 量子力学 那就很难了 同样呢 我们现代人要理解 唐诗诵词 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 它的意向是固定的 昏花血液 日夜星辰的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 研系的指前年的意向 但是现在的新思在发展的过程中 创造当然前新的意向 这个跟我们的习惯 审理习惯大大的提出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 就是 就像你们欣赏不了这个 现代 现当代的文化 还有各种各样的文献艺术 建筑艺术 一样你们也很难了解 现代的最前沿的 最深邃的 当代的诗歌文化 那么我们一定要确认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农根时代 在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个 唐诗啊 宋子啊 其实作为 跟现当代的这个书歌对比呢 它有一点是绝对不如 现代的新思的 在哪里呢 就是说 农业社会的生产环境很简单 然后呢 每个人接触的信息也很有限 交流的方式也很有限 那么文艺作品呢 恰恰是必须的 就是日常生活高度繁荣 然后呢 交流必长活跃 才会产生一种大爆炸 尤其呢 实际上 唐诗啊 宋子啊 言曲啊 这些东西呢 恰恰都是非常严实和卷露的 它的呈现的美感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 可能大家会比处 但是继续思考一下 就是说 唐诗诗 言曲 它所呈现的美 是靠做卷法来达到的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可能有一千万种东西 但是 古诗 古代的曲歌 它会把大量的 大量的意象筛选掉 只留下美的意象 只留下 大家能够共情的 很容易共情的 意象 然后呢 来分享 这个创造的 这个美的小天地 但是这种 恰恰在现当代是 难以行得通的 比如说我们看古代的画画里面 它指画了 我们会产生美感的 树木啊 小屋子啊 人啊 山石啊 但是如果是不美的地方呢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古代的画家 基本上不画 像类似于张哲端的这样的 就是前景式的描绘这个 世民生活的画作 在中国古代是很少的 也是非常有现代性的 清明上河图是一个非常有现代性的 一个 北宋的 绘画常见 但是这样的作品呢 在古代恰恰是很难见的 古代正常是会把一些美的意象 单独的画出来 比如说一只鸟 一棵树 一个树 或者是一群鸭树 或者是一个小树林 总之呢 它只是古代所有的对于美的呈现 都是靠做剪法出现的 它不会去面对真实的生活 但是我们现代的艺术呢 恰恰是在还原你的现实场景 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大任的 现代代的电影作品 你要是看那些 就是归属于艺术片幻者的话 你就会看到 就是大量的导演 把镜头摆向哪里 摆向了垃圾堆 甚至是垃圾堆 或者是摆向了贫穷的家庭环境 深刻的面对现实 就是说我们可能认为 是古代人认为很糟糕的 尽量避免去描绘的东西呢 我们现代人呢 却觉得这些才是对我们的人的命运 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呢 不断地去挖掘它的意义 比如说你去看一个 最近的自主的片子 我给忘记名字了 就是讲一大堆人 日本人 然后呢 他们的家庭成员 都是乱七八糟的 本身呢 不是一家人 然后呢 根据各种基因巧合收养 或者是可能拐骗 总之呢 抽着一曲 那个片早上叫做小偷家族吧 然后呢 他们的生活模式呢 就是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去偷东西 去搬垃圾 主要弄活下来 干什么都行 那这种题材 这种电影呢 这些片属于 艺术片幻想 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新师呢 把古代大量的 就是 丙去掉的 一些词汇 都充塞进来了 比如说 古代人要不要上 要不要上厕所 肯定也要上厕所 但是 你去看唐诗三百首 提到厕所就会上 但是 在现代新师里面 你可以经常看到的是 平凡出现 马桶平凡出现 洗手间平凡出现 肥皂平凡出现 就是说 现代新师 是根本不忌讳 各种各样 可能你觉得不美的东西 然后呢 它写进去了 它展现给你看 为什么要展现给你看呢 因为呢 我们活在现代 我们的命运 在这些趣物之中 跟这些趣物 是举密缘系的 古代的书歌 是一个世代部的 草物 世代部的审美 很精致 他们宽袍大气 为什么呢 不用去种田 不用去干活 他们不用流汗 他们整天就躲在自己的屋里 迎风弄夜 几头望运夜 低头是故乡 旁边有美人 过来天天乡 就是这样子 就是写古诗的那些人都属于贵族阶层 那么呢 他们的生活呢 是跟民众隔绝的 是跟日常生活隔绝的 因为他们的意识 这些住行都有人伺候着 所以他们避免了大量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甚至他们的意识里面很自然 当他们写古诗的时候 很自然地把一些他们认为脏啊臭啊美啊 脏啊臭啊丑啊 这些东西自然地摒弃掉啊 而我们现代心思呢 恰恰是基于民众之上的 恰恰是基于普罗大众之上 我们现代的任何的一门艺术啊 在明前时代 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基于大众之上的 而且呢 直接接受大众承判的 而且呢 同时呢 也在挑战大众的这点关 很多的行业艺术呢 就直接地把一大堆垃圾 摆在了这个展馆里头 直接地设计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 非常难看的这样一个恶心的画面 逼人不得不正视它 那么这些呢 很自然地会导致了 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去 对现代的这些艺术文类有所研究的话 那么你就会慢慢协会欣赏到这里头的门道 然后呢 接受了这种审美 但是呢 如果是普通人没有受过这些信念 然后如果不小心地走进了 这个 就是 现代艺术行为啊 诸如此类的啊 博古艺术啊 这些展馆啊 甚至让他们看毕家所的话 他们也是看了联盟币的 他们不知道这毕家所的话 到底好看在哪里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必须得存在一个现实啊 就是动不动的啊 嗯 举这个 唐诗 宋词啊 作为我们书歌的 中国书歌的典换 每个典换的 大多数现代人啊 同时又贬低啊 现代新世认为 现代新世毫无违反 这些人恰恰啊 是因为他们读不懂啊 现代书歌啊 当然也不否认啊 现代书歌里面有没有 产生大量的 这些人 太正常了啊 嗯 任何一个书人 我 我的很多是任朋友 他们总是给我一本 我书 书歌只有一百五六百页 但实际上我个人看 可能把它翻了一遍之后 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 所以呢 在朋友技术上我会翻一遍啊 然后呢 正常情况下 他们写一百首诗歌 可能我觉得 一首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 就很难得了 嗯 同样的呢 唐诗三百首啊 嗯 你们觉得 就是说 李白一生写过多少诗歌呢 但是真正选到唐诗三百首 有多少首呢 那唐诗三百首还要被均捡呢 到了语文课本之后啊 唐诗三百首 能够被选 选到我们的语文课本呢 也剩不到一百首了 就一代一代啊 是有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 但是新诗目前还没有淘汰的过程 我只要给大家 举一个简单的诗诗是什么呢 就是前唐诗 大家知道前唐诗有多少首吗 前唐诗有五 大概有接近五万多首 然后呢 诗歌诗有多少人呢 有两千多人 那么呢 普通人呢是跟 我年轻的时候有点装逼哦 想让我前唐诗读完 但实际上我没有读完啊 因为我我这辈子啊 就是虽然我读书很多 比如说像二十四十 我我读完了前售诗啊 那后面的我就读不动了 呃 极字通鉴我是读过的啊 也通读过了啊 甚至通读好几件啊 但是呃 类似其他的啊 就是极字通鉴本末啊 这些书我就读不动了 而同样的呢 那唐诗三百首我可以读啊 嗯 没关系啊 呃 甚至是现当代险的一些 比如前中书啊 也做了一些呃 就挑选工作 比如说他搞了一个颂诗险集啊 呃 呃 颂诗险集 我也把它读完了啊 但是 呃 让我啊 把这五万首的啊 前唐诗读完啊 呃 我我大概 当时努力了一下吧 可能读了大概有一万多首哦 后来就实在是 仰无可忍的 因为 简直是如山如海的垃圾 知道吧 你们要是觉得 真的觉得唐诗很美的话 建议你们各位啊 有空的话 请前唐诗读完啊 你们要读完了之后啊 你们没关系 你来找我啊 我给你一个呃 一百块钱的红包啊 就这样子 我因为他妈太折磨人了 我说 那个当年读这个全唐诗的 糟糕体验 到现在还是不能循环啊 现在我基本上也就只读 我现在还是会 偶尔会读一下唐诗诗诗诗诗 但是正常都是读别人啊 已经挑选出来的 比较好的选本啊 历代有各种各样的选本啊 总之呢 呃 在这件事情上 我尝试过了 啊 我也认输了啊 我只能高深的赞叹啊 果然呢 真的吗 会制造垃圾 实际上 制造文化垃圾这种事情呢 你们不要认为 只有现代 世人会会干这种事情啊 只有现代的这个艺术家 会干这种事情啊 实际上 制造文化垃圾哦 在每一朝每一代啊 都是啊 必然发生的啊 事实啊 面对它啊 啊 总之呢 就是说 呃 中而言之啊 就是说 呃 认为啊 现代人的心思啊 没有啊 古诗那么优美啊 本身是错误的 那么呢 我们这里 还要再谈的一个事情是 为什么嗯 古诗在大众的眼里 古体诗啊 不管是诗言 古言 呃 趋利啊 这些 为什么在啊 这个 大众的眼里啊 认为这种 已经彻底衰落了呢 啊 这个其实是 很容易啊 解答的一个事实啊 事实上今天有大量人在写 古体诗主要的 呃 我我曾经呆过一个网站啊 他已经倒闭了 叫清语啊 那里有一个板块 专门有大量的人啊 在那里啊 每天自娱自乐啊 写一些古体诗 我也写过很多古体诗啊 我我会写五言啊 我会我甚至会写像诗经呢 诗言五言 还有呃 诗言啊 也就是 宋诗啊 我 嗯 我要想填诗 我也会填诗啊 我要想做个言语 我也会做言语啊 这这些堆 我们这些专门 专业 就是写作人来讲啊 只要花一两天时间啊 就可以弄土 原来蒙道 至于写的好不好 那里 另当别论 但是呢 呃 就是说你心中的怀抱啊 啊 志向啊 呃 难以抒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就古人借助这种诗歌 来表达啊 这些情感啊 它本身啊 是没有问题的啊 嗯 那么呢 呃 作为一个古人呢 他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交通不方便 交通不方便 交通不方便导致什么结果呢 你遇到一个人 呃 你很难 嗯 你这次在北京啊 遇到一个人 然后以后就很难再见了 要遇见 重新再遇见这个人 可能要等到十几年 二十几年之后呢 为什么呢 古代交通不方便 哎 我 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啊 就是 叫做啊 呃 李白和杜甫 曾经在 就是残安 啊 两个人是见过面的 但是后来啊 啊 到过了暗示之乱之后啊 他们因为总统疾然 后来又见了一面 但是呢 这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啊 所以呢 怀疑人而不能见了 然后呢 也就有了诗歌啊 当我们跟一个朋友长期分离了啊 然后怀疑他 然后呢 我们就写一下诗歌啊 然后呢 我们走得很远啊 眼形而不得归啊 这时候呢 也就有了诗歌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啊 我们出门呢 就有高点啊 是 想要更严一点 然后上天都有分析啊 也不过是啊 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古代 你要去见一个好朋友的话 你可能一两个月啊 甚至一年 你可能才会见到你的朋友 所以呢 这种古人的这种感情啊 它是 就是说 如果你跟一个人建立了 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 那么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应养这种感情啊 变得非常的深层啊 但是 现在社会因为 呃 交通往来方便啊 然后呢 呃 各种通信工具啊 比如微信呢 都可以及时的表达化解 我们的这些疏念啊 这也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啊 比如说 我们在 呃 我们在谈到爱情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看到 古古代的这些 留下来的佳话里面 呃 总是一个人跟一个人 谈恋爱 谈得很长 然后为他石首终神啊 然后呢 可能见过一面了啊 几十年之后 啊才找机会去再见面啊 这样的呃 其美的爱情故事啊啊 啊 比如说牛郎之女啊 它虽然是个神话传说 但是反映的也是 隆有的一个 呃 一个情景吧 就是古人的感情啊 要维持它很难 因为时空很难突破 然后呢 古人的感情的音量去更久 而我们现在呢 可能一年之间 可能要是比如说像 我要是业余的话 我要是比较勤快的 利用异性这样的工具 多个妹子聊天的话 我一年能够谈个三次次恋爱 都是没问题的 我相信多数的男孩子 不管长得丑或者不丑 你只要愿意多花时间 在微信上 你一年要抛上车面 也是挺难的 但是呢 这就带来另外一个结果了 就是这样的感情呢 恰恰既容易达到 既容易达到 也容易失去 因为你在诱惑别人的时候 男女是平等的 你诱惑一个女孩子成功 然后呢 你同时一年之中 诱惑了数个女孩子 然后你成功了 然后你认为 那个女生就安安静静的 就在那里等待着你 不可能 他们同时也会接受 别的男人的打赏 也在发展其他感情 一旦给你的感情 失败了 认栽了 三四个月之后 发现大家不合适了 那么他们也会迅速的 发展另外一段感情 所以呢 过去 你们不要 我在这里谈 不要让你们产生一种 男性的 骄傲的错觉 你们会 误以为 只有我们男人牛逼 一年可以谈三四个四五个 实际上女生 要是阴影的话 她一年谈个十个八个 她一年是 更加轻松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明白了这些之后呢 就是说 现代很多的通信工具 交通工具 发展带来的 后果是消解了 可能古人要用一年 用十几年才能 音量出来的想念 如果一切都是 那么轻松 那么轻易的 获得的话 那么诗歌的 就是古代诗歌的 那些意向 所产生的力量 也就给消解掉了 但是在我们现代生活 消解掉古代诗歌的 这些背后的情感 在同时我们又产生了 新时代的时刻 我们大量的快参事的生活 快乐就是 不管是 今天只要一个人愿意的话呢 他几乎会不出门 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快节奏的生活呢 又会产生了新的 就是文化精神 这些新的文化精神呢 也会带来大量的新的书歌 比如说 我们去听流行念头 就发现这些年来的快节奏的歌曲越来越多了 就洗脑神奇也越来越多了 像什么 醉线云竹风啊 就是此类的 爱情买卖 可能你们看不上这种书歌 就是这种书歌很雄俗 但是它跟我们的快节奏的现代人的生活是很匹配的 不用去了解它的背后是什么 甚至不需要了解歌词 不需要了解作词 什么都不需要了解 只需要了解这些弦力就够了 当然你可以说这种音乐比较低纸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不和否认 这些音乐流传更广 你用贴上一个低俗的标签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 甚至上这些洗脑的神奇里面 有些可能它确实是 它确实很低俗 但是在几百手的快节奏的歌曲里面 在几百手的洗脑神奇里面 难道不可能诞生一首特别有趣的 特别有文化魅力的诗歌吗 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看到就是 这些曾经的洗脑神奇往另外一个更高端的路子走了 比如说最近出了一个叫做发州的女生 她写了一些诗歌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抄袭 各种各样的争议 但是不可否认 她把这种洗脑神奇又推向了新的高度 完全是秒杀了以前的这些民族歌这些东西 就是说即使是低俗的品类 但是在不断的发展累积过程中 它也会随着这种时间的沉淀 产生出大量的节奏 产生出大量的节奏 同样现代新世也如此 在大量的垃圾之中形式不断变化 最终会出现一个爆化 是不是我们看民国的很多诗歌 比如说习志摩的大量的诗歌是非常烂的 其实在北坎桥在我眼里也是特别烂的一个诗歌 但是因为它在那个时代既有代表性 实际上是什么沙云拉拉 这个习志摩是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习志摩 其实是水面圣地的 但是不妨碍出现了大量的习志摩 亦达夫这些很烂的诗人之后 其实我们课本上还写了这个文艺多的什么 一潭水水 就是一潭水水也是很烂的新书记妈妈 但是最终爆化性的出现了 到了今天我们会发现有些新书达到什么高度呢 达到固承的那种高度 要是有新学东西可以去读固承 或者是孩子这些新书 就是说它在大量的垃圾 在大量的诸如习志摩 文艺多 亦达夫 产生了大量的新书的垃圾之后 自然会从量变转换去变 然后出现了固承啊 孩子啊 阳恋啊 这些啊 或者宜娟 宜娟老师 可能 宜娟老师因为他还没死 然后呢 不像固承啊 孩子啊 就死得比较轻胖 所以大家都知道 其实宜娟老师的书哥也还不错 他还活着 而且很健康 整天很happy 但是 我估计是 估计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人的 你们只有一些现代新书人 出了一些很八卦的事情 你们才其实会去了解他们的书哥 才会去了解故城啊 才会了解孩子 所以呢 我们现在知道了 新书诞生之后呢 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那么呢 这种心呢 又是不回头的心 它不会再往后看 不会退回到以前的古代传统去 去行根啊 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不会往古代去行根了 虽然今天也有一大部会人 会喜欢 比如说 我就比较喜欢主学和国学这些东西 但是我不认为 它会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主流 因为它是个传统的东西 它的所有成就 已经封闭在过期的几千年里头了 我们可以去欣赏它 但是不要去招魂 不要把那些古代的僵尸招魂回来 现在办了很多的主学教育班 国学教育班 其实这种都是在招魂僵尸招魂 是很恶心的文化运动 作为个人是不是可以去阅读古代经典呢 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你把古代经典力图变成现当代社会的主流 这是完全荒谬的一件行为 同样的呢 我们今天呢 活在现代我们应该更加亲切更加努力的了解心事 因为我们是现代的我们从我们要从通过现代诗人去感受我们现代生活 而不是老是活在过去啊 老是一提到诗歌就念到着唐诗诵词然后不断的回头望 而且不断的尝试着去写这个写这种历史啊绝迹啊 然后呢不断的虚望啊 要是大家都来写古体是多好啊多美啊 然后呢到处你在网上搞这种小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啊 就是说呃每个人都会因为各自爱好有些人喜欢王骨针啊 有些我凑一些小团体啊 大家热热闹闹一起研究古体是有没有问题的没问题 但是你要是力图呃认为古体是更好应该取代心事 然后大家都应该去大力的学习古体是 然后把这个心事去为垃圾扫地珠门不卸一步 这是我们的反动 那么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呃大家总是认为啊 现在呢因为课堂加务结果了 大家不错怎么认为啊 古体是传统啊在我们现代啊 我们怕也挂大 然后新书人反而是没人看没人读啊 那么写现代的书歌呢衰微了啊 呃当然古体是也衰落了啊 古体是衰落了 但是现代的新书也衰微先远了 其实这个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哦 就是我们生活在当代经常会产生很多的错觉啊 其实完全不了解 古代是个农文社会 然后呢读书实际的人很少 而且读书实际的人很深散 深散在全国各地啊 那么一首书歌呢 实际上呢他们是很难流传看来的啊 呃 所谓的有视觉 有视觉之处接歌啊 科技工具的助攻之下啊 呃我们可以写个简单例子吧 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 现在轻功系有一个很大的大一批哦 能够挑选给我们印度的试呃 就是中国开始的啊 要记住一点啊 其实没法避免这个唐诗送诗的 其实啊 时间只要给大家同样的时间去点啊 唐诗到现在我们有一千年了啊 所以我们有一千年时间来淘汰来甄别啊 唐诗那么呢 心事同样的给未来一千年时间也会争备出啊 三百首唐诗的啊 呃至于说呃 诗歌啊是精致的 那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啊 特别的胡照啊 特别的粗糙啊 所以呢 哎 果然的那种非常精致的非常美的诗歌 我们现代人写不出来啊 呃其实这种也是胡说八道啊 呃城墙乱掉不准一准啊 实际上在古代啊 只有贵族啊 的生活才有可能精致啊 然后呢他们寄起诗歌 这这当然是没错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古代呃科研水平没有我们啊 那么高 所以呢即便是贵族 他也浪费大量的时间在一些文校啊 工作之上啊 比如说他他要学习章的时候 呃你们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是呃 只要拿起笔记文写了 但是古代人不是这样啊 古代人你要写之前得研磨 你知道吧 啊 研磨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哪怕是有别人替你研好了 可是你在写的过程中 毛笔不好用啊 毛笔写几个字 你就得抽抽毛 再好的毛笔你也得抽毛 啊 然后呢写一段时间 你又得浇一下墨水啊 啊浇一下墨水啊 浇一下墨水的时候 写完之后你还得晾干 然后呢出出现错了 你还得重新再抄写啊 啊 但是我们现在写一篇文章 都多简单啊啊 啊 我们有现代化的电脑 然后呢有握的啊 啊 然后呢在电脑输出片极非常快 拿起来就写啊 啊 甚至不收到电脑就很简单的炎柱底啊 都被古人那种爽快感变 那这仅仅是选择方式变化 还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啊 啊 古代我们 我们要先了解别人的故事啊 要要在舞台上看到一个戏剧啊 我们要跑 可能要跑十十几里度 甚至二三十几度啊 而且要赶在一个时间 比如说只有那种昔日啊 就是就是街 就是大家节假日啊 就是 古代有一种昔日啊 就是夜店的时间 大概是 就是说 一星星一星啊 或者是 一些节日啊 都会大量的集中在一个地方 进行交易 那个叫昔 那么呢 在昔日的 在感觉的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出现庙会 就会有舞台班子来演续 但是这种情况呢 一年之中啊 也就那么十几回 二十几回啊 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现代人呢 你要是愿意的话 每天去电影念 都可以看到最新的大天啊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现代人 恰恰是 就是说 比古人精致了十几倍 因为我们节省了大量大量的时间 然后节省出来干什么 思考 想象 我们现代人接触信息更多 然后理解的东西更多 嗯 嗯 这种 一定要记住了 就是说 哎 我们生活在目前的这个时代呢 哎 是远远的 比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代啊 无论是唐朝宋朝还是元朝 任何时代啊 就是说 无论是器物上啊 还是时间上啊 啊 还是个人的信仰上啊 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啊 比历史上啊 啊 任何一个时代 生活的更加精致啊 啊 审美啊 也更加的啊 啊 优秀啊 那文明的力量啊 不仅仅是彰眼 彰显在这个科技啊 啊 进步之上 也彰显在这个 人文理念的发达之上 好 我们今天人 因为摆脱了冬魂时代啊 因为工业时代到来啊 更多人啊 有了闲暇啊 不用呢 被啊 被那古代的落户科技所束缚住 然后呢 解放了出来 有了大量的闲暇事件啊 我们现在是朝九晚五 然后呢 上班七 上班五天 休息两天啊 995的这种 啊 955的这种工作制啊 多数人是这样子 这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然有了更多的 闲暇事件 自然有更多的闲暇事件 去提升个人的修养 情操 去学习更多的艺术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真的是不知道 比古人精致到哪里去的啊 而且呢 当你在这个时代 我们的教育呢 提倡是多严啊 像古代呢 你是不可能有多严思想的 古代的时候 你要是生活在哪个政权下面 正常来讲 嗯 他们在某一阶段总是会把一个思想定为一尊 啊 比如说将乳鞋定为一尊 然后你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读四十五斤 这一期他的 术都是外面切到 不洗面不洗涂啊 嗯 你要是读了啊 没关系 我把你的书没收了啊 你要是还去继续生成这些书 我就把你的书烧毁 你要是 哎 烧毁你的书 你还继续生产 我就把你的人杀了啊 就这样子 古代的呢 对于思想控制呢 比现代人更加严密 那么呢 不允许 啊 有强烈的个性 每个人都必须得信仰这个乳鞋啊 必须得认同天地精心思 但是在我们现代社会 啊 我们有了多元的现代化的教育 每个人都有强烈的个性 然后去发展属于自己的啊 各种各样的啊 行业啊 的 审美啊 嗯 那么呢 就简单来讲 就是单纯的图书啊 那我们今天 你知道我们今天一年要生产 中国一年要生产多少万图书吗 20万种啊 可是呢 你知道就是 即使是到了清朝的这就 有了世库前书啊 这样的书啊 几千年的时候 中国文明汇总在世库前书里头 那也比不上我们中国现在一年出版的书 就是这么现实的残酷啊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今天是处于一日盛千年的时代啊 诸如任何的啊 金不如稀的观点啊 都可以啊 修理了啊 不要总是少乎的幻想着啊 穿越回古代啊 宋朝啊 唐朝啊 认为在那个时代生活的会更加的美好啊 那这种孤孤的强迫症啊 你们就算了 实际上真的回去一天没电了 你们就想出事啊 一天不玩手机啊 你们就觉得生活生无可恋 很简单的 一定要认识到一点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 我们的啊 受到更好的教育 而且能够展现更强烈的个性 而且能够根据自己的个性 去发展啊 自己的艺术情操 然后呢 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精致啊 审美更加高级啊 有了这些前提之后呢 我们再来去真实的啊 评判啊 古代的书课啊 真实的花一点时间 很力气 如果你愿意的话啊 当然你不愿意也没关系哦 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是多元的啊 你愿意的话啊 当你要去评价这个现代心事啊 都在现代心事上花一点时间 再评论也不迟啊 不要每一整天啊 就是念着大量的老师推荐的古诗 然后呢 看的心事又很少 然后呢 就恐出狂言啊 就让我们心事不足够一步啊 心事全部都是在生下垃圾啊 这个观点是不合适的啊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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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